看到蔣灣 車隊經過想看到巨星到來 民眾尖叫衝上前擊掌 還有街坊鄰居從巷子裡衝出來喊動算 最後關鍵二十四小時 蔣灣選擇車隊掃街 警方夾到介護 行進速度比往常快了不少 因為一天內要掃完十二個行政區 一秒都不能浪費 選前之夜蔣灣跟信心喊出 要比黃珊珊的造勢人數多四倍 不過就在投票前夕 民進黨立任黨團總召柯建民也參戰 痛批蔣灣操作仇恨沒事 反觀也曾攪住臺北市長的連勝文 當年就被圍攻 柯建民認為難道是外形差異造成的 他們才是真正操作仇恨的人 有高度智慧的市民朋友 不用選票告訴民進黨 告訴柯建民總召誰才是正義 誰是邪惡 不讓柯建民見縫插針 打壞同志情 蔣灣選前穩定中求勝 華西新文章 全力會成人台報道